各位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川西老师机龙脉山人 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川西 带着我们百洛的青鸟旅行三脚架 来测试一下它在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的表现 那么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它包设计的非常有特点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里面的设计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战术背包的设计 我们的脚架 附件 各种零件都是插在里面 就方便我们的拿取 然后这款三脚架的话 它是一个拍照和摄影两用的三脚架 它采取的是双银台设计 我们在下面有一个水平的云台 然后在上面也有一个云台 同时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抚仰的结构 水平云台控制我们的左右运进 那么这个抚仰结构的话 控制我们的上下运进 总体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附件给它装上 那么我这款脚架的话 它是扁口的设计 这种扁口的设计的话 它能让我们的脚架的收纳面积更小 我们现在把它展开 我这是我这一款的话 它采取的是一个扳客的设计 这种扳客的设计的话 方便快速展开 我们直接把它全部扳开 然后扯着往下一扯 就全部展开了 这样我们的整个条件都已经展开了 那么我们本次最主要的目的 是来测试我们的北京电动云台 那么现在我手上拿到的 就是我们摆落出了一段时间的 北京电动云台 但是由于之前的一些固件上的问题 它的可用性不是太高 但是目前的话 它的一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带着它 来到我们的川系 来看一下它的拍摄表现 首先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安装和打开这个电动云台 那么我们的北京西云台 它这个下面有一个裸口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拧在我们的脚架上面 同时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快装板的口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的快装板上 因为我这样现在是一个快装板 我就懒得把这个云台给拧下来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给它放在这个云台上 然后把它拧拧 接下来我们开机 我们开机的时候 先双击这个开关 然后再长按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北京就会自动展开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星空轴放上去 这就是我们的星空轴 星空轴的话 只有我们的天文版本才有 普通版本是没有这个星空轴的 我们星空轴的安装的 有一个注意方式 那就是我们星空轴的这个坡面 要跟这个坡面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它拧紧 这样我们的北京星就已经安装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相机给它安装上去 那么现在我就来给各位演示一下 我们如何把北京星云台和我们的相机连接起来 因为我这个地方选用的是一个加能的6D Mark II 所以说我这选择的是一个 Micro USB to USB Type-C 的线 那么对于有一些机型的话 我们尤其是微单 它基本上建议是使用我们的USB-C to USB-C 的线 但是在我们的使用过程当中的话 它有可能会识别不了我们的机器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换一根线 或者是换几根线 把它换成USB-C to Micro USB 的线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这个线插上 接下来我们把它跟北极星的本体连接 对那么我们北极星本体上面的话 它这个位置有一个CAMERA的一个USB Type-C的口 我们就把这个相机的这个口给它连接上 那么接下来我们拿出北极星自带的这块快装板 我们这块快装板的话 安装有一个注意方式 那就是它要跟我们的镜头是一个方向 那么安装好了我们的快装板以后 我们就把它跟我们的星空轴相连接 我们在安装相机的时候 要保证我们的相机的镜头方向 跟我们的星空轴的这个坡面是一个方向 不然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相机 轻负的结果 那么安装好了我们的这个相机以后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星空轴 跟我们的这个北极星的本体给连接起来 星空轴上的话它有一个USB的接口 我们就把这个USB的接口在这个方向 我们就把它连上 然后在我们的本体上面 它也有一个这个XTRA的一个USB Type-C的接口 我们也把它连上 那么至此我们的北极星就连接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APP 跟我们的整个的北极星给它连起来 然后用我们的APP来控制它 那么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北极星APP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北极星为开头的一个 字符串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字符串 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北极星的界面当中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相机当前所能看到的一切的画面 但是这个画面它是一个低分辨率的一个画面 我们首先来对我们的北极星进行一个调频 我们双击的这两个摇杆 那么北极星如果它没有调频的话 它就会自动给它进行调频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参数进行设置 首先我们来选择我们的拍摄模式 点击这个相机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种拍摄模式 包括相片、HDR、视频、纯景接片、延时、轨迹延时 然后焦点对战 然后星空模式和我们的日出模式 还有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编程的模式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拍照模式 我们点击拍照模式 那么我们在最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光圈 快门、曝光补偿、ISO 以及我们的白片海 因为目前我在上面放的是一个天文改机 所以它是偏红色的 这个我们不用在意 那么我们点开这个菜单 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对它的快门、光圈、曝光补偿、ISO和白片海 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快门 然后调节我们的曝光补偿 然后调节我们的ISO 因为我目前相机上设置的是A了 所以它会自动根据我们的参数来进行曝光组合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取景 我们左手边的这个按键 这个摇杆 它是控制我们的上下移动的 右手边的这个摇杆 它是控制我们的左右移动的 那么因为我现在仰角比较高 我先把它降下来 所以我们就看在了我们的画面当中 我们的藏族民居出现在画面当中 然后我们再用右边的摇杆 来对它进行一个画面的调节 当我们确定好构图以后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绿色的按钮 然后把它往上打 这样就拍照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播放按钮 那么这个播放按钮的话 它有的时候我们当中它是没有文件的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相机它是设置为RAW格式 我们只有在设置为JPG 或者是RAW加JPG格式的时候 它在这个图铺里面 才会有我们当前拍摄的照片 那么相信很多人 对美女星最感兴趣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边跟中边拼接的功能 那么这一次就来到了 位于川西的Yatato 来与大家做一个这个功能的测试 我们点击我们的星空模式 然后对北极星进行一个校图 我们可以看到APP上有一个指示 我们需要按照这个指示 把我们的手机的朝向 跟APP上指示的朝向一致 然后把我们的手机靠近我们的北极星 这样我们的校准才能够尽量的准确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校准 然后校准就成功了 校准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车上进行一个操作 这也是很多人被北极星吸引的地方 毕竟寒冷的冻液 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的 北极星校准完成以后 我们需要来一个GoTo来完成剩下的操作 因为这里我要拍摄的是银拱 所以说我们选择天蝎座的星修二 作为一个GoTo的对象 我们输入星修二 然后点击GoTo 那么北极星就会自动移动到当前 星修二所在的位置 接下来会出现一个辅助对焦的框 那么我们通过摇杆 来把星修二放在这个红色的圆圈内 然后点击确认 然后点击开始追随 北极星就会用恒星术来跟踪 接下来我们来对我们的整个引拱进行一个构图 我们点击左下角 然后选择Pro 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北极星的 边跟踪边拼接的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通过摇杆来移动我们的构图 我们把我们的左侧的构图移动到 我们的先后座的左下方 然后点击开始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构图移动到 迎新的右上角 迎新的右上角 然后点击结束完成我们的构图 接下来点击我们的绿色按键和上拖 接下来就开始了我们的引拱的拍摄 那么记得在我们拍摄之前 我们记得要把参数进行一个调整 不然的话有可能我们拍了一晚上 最后发现最后用的曝光时间 那么一晚上就做白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北极星所拍摄的引拱的一个接片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拍摄了24张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拍摄的单张的参数和新点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他单张拍摄了88秒 然后ISO135的交跄 然后我们的新点放到来看一下 新点也是比较圆的 没有什么拖线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对这个 接片的美 做一个初步的处理 然后做一个拼接的操作 大概交等一下白平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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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我的白平衡和我的盘角都被矫正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导出做一个平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平接 我这里用AutoPilot 我们打开AutoPilot 然后选择打开图像 找到我们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点击检测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右侧 我们实际上已经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拱了 出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